2024年的搞笑諾貝爾物理獎的得主是 死掉的尊羽還能游多遠啊 嗯 死掉的尊羽還能繼續游泳嗎 我們在海產店裡面看到師傅在那邊殺章魚 把章魚答謝8塊之後 那個章魚的觸手還會動耶 那我自己大學的時候 我還親眼看到我們學校童軍社的同學 在野催的時候 把雞頭給斬了 這個雞還能到處亂跑 超級驚悚的 所以難道這次的得獎者是發現了殭屍魚嗎 其實不是 這一次的得主呢 是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生物系的 James廖教授 他研究的呢 並不是真的讓死魚去游泳 而是探討為什麼魚類 可以這麼高效率的游泳 從小我們就聽過各種關於魚逆流而上 然後大家立志當委人的故事 這個除了立志之外 也能展現魚類在水中 可以用較少的能量消耗 來達到高效的游泳 關鍵是一種稱為 卡門窩接的現象 當流體經過圓柱形的障礙物的時候 在這個物體的後方 會形成一連串的窩流 並且依次脫落 這些窩流形成的流場 就是所謂的 卡門窩接 清澈的溪流裡面的魚 當水還在流動的時候 魚能夠優雅的停在原地 這時候魚其實它是不停的在動的 魚類在自然環境中 會遇到各種的窩流 水流並不會從頭到尾一直都很順 廖教授的研究顯示啊 魚類可以巧妙的利用這些窩流 來游的更省力 他在實驗室裡面 設置了模擬水流的水槽裡面 放置了原柱體的障礙物 來製造出這個卡門窩接 然後把紅尊放進水槽裡面來觀察 結果發現 紅尊會調整他們的游泳方式 在窩接中保持高效的游泳 這種游泳的方式被稱為卡門步態 透過積電圖 廖教授記錄了尊羽的肌肉活動 發現這個魚在卡門步態下 前面40%的軀幹肌肉 會保持活動 後面靠近尾巴的部分 則幾乎不需要用力 換句話說呢 魚類大部分的運動是被動的 他們利用窩流的力量來推進自身 減少自己的能量消耗 為了進一步驗證 這些運動大多數是被動的 廖教授把剛死掉的紅尊 用線固定在窩接中 結果發現 死於尾巴擺動的頻率 跟這個窩流脫落的頻率 非常的接近 這也說明了死魚跟活魚 在窩接中擺動的模式 其實是非常類似的 只是死魚因為牠死了嘛 沒有辦法微調自己的姿勢 所以比較容易翻車 所以這個研究 與其說是死魚可以有多久 這個畫面想像起來 來到比較像是日本的鯉魚棋啊 這個研究真正的重點在於 魚類可以利用卡門窩接的水流 來推進以節省能量 肌肉的力量 則是用來微調動作 來保持自身的穩定 而不是完全依賴肌肉的處理來游泳 所以呢 這其實是一個仿生學領域的研究 透過了解生物構造 以及它們跟環境之間的物理上的互動 有助於研發更省力更節能的工具喔